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菊娜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之前大家一直在IG上面問問我的球球變子頭 那這個球球變子頭非常的簡單 這跟我之前教大家的那個什麼三股加變 那個是不一樣的等級 今天要教的這個球球變子頭 完全就是幼稚園等級 非常的簡單 你不用擔心說自己單手沒辦法做 這個球球變子頭呢 是我之前在滑日本的網頁逛道 我就覺得這個好像蠻實用 然後蠻簡單 除了非常簡單綁起來也很有成就感 就是你會覺得這個頭是蠻複雜 好像很厲害這樣 然後也很有造型感 所以呢今天就要來教大家綁這個球球變子頭啦 那我現在頭髮的長度是中長髮 那我有試過在短一點的時候其實也可以綁 所以說你就是自己斟酌自己的長度 那都可以再做變化 這個球球變子頭需要用到的就是這個 這種黑色的小橡皮筋 首先就把你的頭做拳頭的中分 先把一邊還沒有要綁的固定住 那我們就先從右邊開始 對 首先呢我們就是要一層一層來綁我們的頭髮 那聽起來有點難 但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看著我做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先抓出第一層的頭髮 我會抓到大概是這樣子的量 那其實你們都可以自己在做變化 你每一次要抓的量 越密跟越鬆的感覺都不一樣 那越密集的話就越有像那種辮子頭 比較整齊的感覺 好那種橡皮筋 黑色橡皮筋這樣固定住第一層了之後呢 稍微的拉緊 那我們拉緊的時候呢 就是要拉緊這個髮束的下半部 就是不用整個全部一次拉緊 你只要抓髮束的下半部 這樣子 因為你往下一拉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 膨膨的在這邊 這個頭的核心重點 就是說 你每一層的髮技都要有一點點拉鬆 所以我們第一層呢 就這樣子有沒有 它現在就有點膨膨的 那當然你也不用拉到太浮誇 因為太浮誇會看起來有一點奇怪 好這樣 啊你不夠碰的話就用手拉 把它拉膨膨的 好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二層 你就隨意抓一個量 因為我也是大概抓一下而已 這樣 好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層 不明在看我綁頭髮 那盡量你都是要往就是 嗯 斜後方這個方向邊過去 就是 你不要直直的 就是在很靠近就是 頭髮分線的地方 因為這樣的話 你的側邊 會看不到那個 頭髮綁兩隻的那種有點像便直的效果 你要越往外側一點 就有點像斜的 往耳朵這個方向這樣沿著過來 這樣子的話 你拍照的時候啊 你那個側臉的時候 它可以修飾一點弧度 會比較好看 那一樣拉緊 拉緊之後它就是會有一個蓬蓬的嘛 那我們要把它拉整齊 這樣看起來髮技比較好看 這樣 這樣我們的第二層就出現啦 有沒有看到一個蓬蓬的球球 那再來就是第三層 其實每一層都是一樣的方式 你就是 嗯 一層一層的邊下來而已 所以其實沒有很難 我們一樣要把它拉出那個球球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這樣把它拉出來 看到嗎 這樣就是 又一層的球球的感覺 再繼續抓下一個 髮量 每一層我都不會抓得太密集 因為你太密集的話 那個球就會變成說 嗯 嗯 有點畸形 每一層留多一點空間 它的那個球的波浪會比較好看 比較自然 太密的話就是真的會有點奇怪 好 那我們一樣把內側拉緊 比如說你現在拉緊 你覺得跟上一層距離有點太近 你就把這個橡皮筋往下拉一點點 調整它的那個距離 拉緊之後 再調整你的這個球球的感覺 那接下來也剩沒多少頭髮了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最後的綁起來 那剛好它的長度也差不多到底了 到這一層了嘛 一樣把它拉緊 整束的開始這一圈 你就可以整圈都拉出蓬蓬的感覺 然後它大概雛形就看得到了吧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剩下這邊還有對不對 繼續綁 就是等於說你頭髮長度有多長 你就綁到多長 這個髮型其實沒有很難 只是要用到很多橡皮筋而已 多練習幾次就比較能抓到那個感覺 但其實很簡單也沒有什麼困難度 那像最下面這圈 如果你覺得頭髮這樣鬆鬆就很好看也可以 那我這個長度我覺得有點長 所以我會再綁一圈 因為這樣會更俏皮 你的玩具掉下來了 好煩喔 這樣一邊就完成啦 是不是很簡單 綁的速度算很慢 而且我頭髮比較長 如果頭髮再短一點 或是你上手一點 速度快一點 其實就很快 頭髮編起來從後面開始像這樣子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另外一邊完成 那另外一邊有個重點就是 現在要編的這一邊要盡量配合 我一開始編好的這一邊的 呃...顆數 你不能說這邊有五顆髮際 但是這邊只有三顆 這樣會非常不對稱 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你就是盡量剛剛先編好這邊 抓過哪些地方 你這邊就盡量對稱 然後跟大家差不多的髮量 這樣抓起來編 這樣會比較好看 比較和諧一點 那我們就趕快把另外一邊來編起來 好 好了 這樣兩邊就編好了 這邊白色背景比較明顯 可以看到它一球一球的感覺 非常的可愛吧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球球辮子頭教學分享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的教學非常的實用 然後很想分享給自己的朋友的話 也歡迎你們分享這支影片出去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也歡迎你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把它放在這邊 那如果你對我的日常生活穿搭 然後或者是一些小分享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們去追蹤我的Instagram跟臉書粉絲團 放在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沒人 有沒有還有喜歡